志工的年度盛会金旗奖 6号在台中举行颁奖典礼 一开场由副市长蔡炳坤 颁发最高荣誉 骑寿奖 莫奖的两位长者分别是 李林秀芳阿嬷跟何庆熊阿公 服务资历有15年以上 年龄超过90岁 是高龄志工界新出路的模范 阿公的爱出来 阿公出来还没老对不对 对啊对啊 旅阿嬷常年在台大医院服务 跟她一样热爱付出的 还有台上的这群老志工 分散全台湾各地服务 平均年龄七八十岁 别看他们年纪一大把 因为勇敢走出服务 大家的身体相当硬朗 而谈到最爱的志工生活 每一个人都有说不完的开心事 在医院做得很开心 在附证做得很开心 附证的人员对我都很特别好 就是说我有那个笑容 我很喜欢笑 那就人家进来 我就说你要做什么 要办什么这样子 根据统计 全台湾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志工 占百分之十三 而他们也是志工界里最火药的一群 退而不休乐于奉献 为他们的付出所感动 有社福团体推动金旗奖 今年迈入第五年 高龄化的社会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长辈 可以投入在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当中 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奖项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原来我们社会当中 有这么多长辈 而且如果你是一个 即将迈入高龄 或者是说你已经是高龄的 你都可以一起出来做这件事情 每一年的金旗奖 为社会挖掘出许多不为人知的行善英雄 而透过表扬 也让外界再次看见台湾长者的可爱跟温暖 他们人老心不老 还换一颗服务的热忱 身体力行 实践 老有所用的政策 准央话台中自放到